军武次未免,概略北方特种部队有没有训练死亡指标,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一些军事题材小说,和特种兵系列电视剧中,经常会出现死亡指标这个词。 在和一些老兵的聊天中也经常会听到,那么死亡指标到底是什么? 我是特种兵中称特种部队每年都有死亡指标,所谓死亡指标,一般是说在一些部队特别是特种部队中,一年有若干戈被上级允许的死亡指标,只要死亡人数不超过死亡指标,这个部队就不会被追责。 但是部队里真的有这项规定吗? 正在防泥水训练的海报突击队军人,特别是特种兵,其无所不能和强大的战斗力,在影视作品渲染下,为很多人所向往。 但这强大的背后,他们也承受着严酷的训练,这些训练,很多都是带有危险性的。 以击毙过本拉登的美国王海海报突击队的训练为例,他们会将新队员的手扩住,然后扔在水中让其自己逃生,用来模拟水下作战手部受伤或被缠住的情况,这种训练,难免会出现伤亡。 逆水训练在2016年,美国特种部队就曾有一名叫西曼·詹姆斯·德里·克洛夫莱斯的新兵,在逆水训练中死亡,如果按照特种部队都有死亡指标的说法,证明新兵死就死了,反正也没有超标。 被判定因教官失职而淹死的美国海报队员洛夫莱斯但相反,美军启动了高规格调查,来回应新兵死于教官是一谋杀的指控。 虽然最后事件结果否认了新兵死于教官谋杀的指控,但调查报告也承认,这是一起因为教官过于粗鲁,和其他教官不作为的死亡事故,这是教官群受到了军纪处罚。 这哥们都快被淹在步行了美军作为世界上战斗力最强大的军队之一,严酷的训练确实是其战斗力的基础。 例如2017年美军战场阵亡者达到21人,但是非作战的训练事故,却是阵亡者的思维之多。 虽然训练死亡数量较多,但所有事故都会进行严格调查,分析认为事故还是不可抗力事故,然后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也并不存在不超过死亡指标,就可以四亿万维的情况。 美国军队出现训练伤亡,是要严重追责打俄罗斯军队,向来以彪悍著称,绿色贝雷马,就是俄罗斯特种部队中的特种部队。 绿色贝雷马被无数俄罗斯军人认为,是最高荣耀的象征,能带起这顶绿色贝雷马,才是军人最值得骄傲的事情,但选拔过程也相当残酷。 实弹事机只是为了营造战场分为绿色贝雷马选拔过程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项目讨厌的是士兵身体素质,其间参选者会被要求爬过实弹射击的火力王,如果盯不住实弹心理讨厌,很可能会被击中不逊死亡,但只要符合训练规定,一般就没事。 地狱十二分钟,士兵被老兵忘打而最危险的有数第三个阶段,也被称为地狱十二分钟。 在这十二分钟里,斯格里斯贝雷马老兵将轮番上阵与士兵肉搏,士兵们基本毫无还手之力,每个人最后都会被打敌满脸是血。 训练中被打敌满脸脸肿的士兵,这样充满危险的训练,实际上都是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 为的是充分考验士兵们的技战术和心理能力,而不是为了历死,猎残,恰恰相反,俄罗斯特种部队对士兵血力和军事素质的要求都很高。 最低要求本科,说是特种兵占了大步,他们也不可能在训练中,白白牺牲这样的高素质人才。 残酷的选拨只是为了锻炼可能也会有人反驳。 我认识的老兵聊天时,他亲口说道,只要死亡不超过千分之三就没事。 但是,如果问这个千分之三的数据,到底数字哪份文件? 百分百是拿不出依据的。 任何部队在训练中,都避免不了发生意外伤亡,但死亡指标是不存在的,而是应该成为安全事故。 军武军这里有一份权威的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全工作条例,此文件为公开文件,来源自国防部网站安全工作条例明文规定,事故按照其危害程度,通常分为一般事故,严重事故,重大事故和特大事故。 安全工作条例中的规定。 其中,对直接造成责任事故的人员,应当根据事故的等级,后果和影响,以及有关行为对导致事故发生的作用和情节轻重等情况,依照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例的有关规定。 以与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形式责任。 如果以为有死亡指标,就漫不经心造成事故军事法庭不是赤素的图片来自网络公开资料可见,只要伤亡一人就属于严重事故了,必须进行调查和追责,根本没有死亡指标一说。 无论是任何军事活动,都要讨论安全其实,死亡指标这一说法不但不存在,甚至这一概念都是符合常理的。 首先,人的生命是无价的,任何军队都不会指定这种反人类的措施,也无权决定一个人的死亡是否符合指标。 如果出现亡人事故,你告诉死者加速死者,属于死亡指标内的正常死亡,你觉得死者加速怎么可能会接受? 为国圈区都可以理解,但谁能接受自己的孩子,成为合理的死亡指标,每一位烈士背后都有一位悲痛的母亲其次,为了实战化训练,而设置死亡指标也是不可能的。 实战化训练,练的是技术、指挥、协同等作战的能力,实战化训练虽然有风险,但和训练事故死亡没有本质联系。 事实上,所有有风险的训练和母,无论是战术想定还是演练过程,都有特别严格的操作程序。 只要严格、科学、合规进行军事训练,是不大可能出现事故死亡问题的。 部队里安全规程很多,演枪就是其中之一部队的事故追击是非常严格的。 在一番之军越来越严格的今天,输火部队在训练、演习等时期出现伤亡。 首先要调查原因,如果明确是责任事故,降工则任人都要付出处分,降之降险、退役,甚至上军事保庭的代价。 除了如此严重,谁会再去设置个死亡指标呢? 火炮设计也要保持安全距离,既然死亡指标并不存在,为什么这个说法仍然流传很广,甚至一些人言之凿凿呢? 这其实主要怪一些不注重考剧的军事小说影视剧和一些良有不齐的军事媒体,利用网友的猎奇心理,怎么离奇怎么编,怎么吸引人怎么编,最后经过加工,就成了如今的传言。 电视剧出现农庄验魔的特种兵的时候,还能指望什么呢? 每一个军人,都会是战友和部下做袍子,不论是什么训练,都会尽可能努力的做好安全日案,让战友不发生意外,这是对安全制度的遵守,更是对生命的尊重。 即便是上战场,也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会为自己的战友设定死亡指标,他们目标只有一个,在完成任务的同时,把带出去的每一个兄弟,独安然无量的带回来。 更多有趣好玩的军事文章,视频,图片,电影,游戏,关注军务次卫面威胁公众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